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默想的主题是 上帝动工的方式 圣经将继续读约伯纪 我们将看第32和33章 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的恩典与祝福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 一起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 求啊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 领受你的话语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感恩 阿们 我们一起来看 约伯纪的第33章的第14到24节 神说一次 两次 世人切不理会 人躺在船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心上 叫好叫人不从自己的磨算 不行骄傲的事 然主人不 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 人在床上被制止 骨头中不住地疼痛 以致他的口 咽气食物 心咽恶物美味 他的肉销售不得再见 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 他的灵魂临近深坑 他的生命尽于灭命的 一千天使中 若有一个做传话的 与神同在 只是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给他开恩 说救赎他 免他下坑 我已经得了暑假 兄弟姐妹们 在今天的圣经中 讲到以利户 以利户是亚伯的好朋友 他是最后一个发表意见的人 他相信自己 约伯和他的朋友 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都是上帝所造的 以利户也认为 年长的人 一般并非自然 而然的拥有智慧 和对公义的理解 而智慧和理解的能力 荣誓全能者所赐 由于以利户意识到 自己是最年轻的 但他觉得自己有权 像其他人一样的发言 他便谦卑自己 等候悠尔伯和他的三个朋友 之间的辩论结束之后 他才发言 他一边等 一边留心听他们的辩论 他尝试给予客观的意见 不奉偏淡 边谈任何一方 他认为三个朋友都有错 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而指控约伯有罪 他也认为约伯有罪 因为约伯自以为义 不以上帝为义 也自以为清洁 无过 而认为上帝以他为敌 以利户尝试回答约伯的焦虑 因为约伯觉得上帝没有回答他所说的话 根据以利户 上帝能够借着各种方式说话 问题是人们常常没有注意到 上帝能够通过梦境 苦难给予答案 或者接着天使给予设放 圣经清楚地说明 上帝能够使用动物 植物 自然事件 天使或是人类 来与他的子民沟通 当我们等候祷告的答案时 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回答 因为我们限制了上帝的答案 我们认为上帝的答案应该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也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上帝的答案 当上帝使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 按照上帝的答案 按照上帝看为上的来应许我们的祈求 因此 倘若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应许我们的祷告时 有可能真正的问题是 出在我们缺乏敏锐地意识到上帝的答案 要意识到上帝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动工 有限的人没有能力摸透上帝的一切工作 然而 倘若我们借着他的话 要尽力更深地认识上帝 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动工 他的子民所需要就是信心 相信上帝一定会应许他的子民的祈求 并将自己完全交托 耐心等候上帝 以他自己的方式行动 兄弟姐妹们 你是否已尝试去了解 并接受上帝在你生活中的工作方式呢 兄弟姐妹们 上帝确实会借着很多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 跟我们说话 但最重要的一点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 一切都离不开圣经的话 虽然上帝能够借着牧师 教师或是生活中的人事物等等来启示我们 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努力的阅读圣经 在圣经上上帝会跟我们说话 我们将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透过很多方式来回应 来对我们说话 无论在圣经里 在祷告中 或是在自然中 我相信你总是亲自领导 我们要走正义的路 用你的方式来动工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们祷告感恩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愿上帝与大家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